今天很开心 欢迎两位朋友在剧院 加上电视 经常欣赏他们演技 他们表演的两位朋友 来到国际演艺评论家協会 香港分会的我们的办公室 跟我们去见面 因为我们的ITC香港 我们这几年搞了个 《剧评人奖》 就是将前一年的 所有香港的剧场的作品 我们做了一个讨论 做一个总的检议 然后颁奖给他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给个奖 我们是很想透过这次检议 去看我们的同行 曾经在过往一年 365日里面做了什么努力 是什么值得我们去记录 以及去总结经验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都顺便 也应该给一些有限 因为我们不是这么大的单位 我们就是给几个很基本很重要的奖 给我们的同行 过往已经做了几年了 今年应该是第四年了 我们就是 因为这一年 2020年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是一个新冠肺炎 原部很多剧院都要关闭了 真正的演出的量 跟正常的年来比 都大概只是大概三分一都不够 略多个四分一 根据我这些记录 就略多个四分一 就是少个三分一 其实都很惨的 我们都听很多同行都在这里 说回2020年 一个很难忘的一年 很多时候是搭了警 又马上要拆警 排气又常常改期 又很辛苦的 因为作品 在一年之间就打算演出 突然间一断了 又没得做 什么事都可以做 那个心态 那个情绪的波动 是很令人沮丧的 但是很幸亏 我们在我们的剧评人 我们都经过了三次的讨论 这方面我们觉得很惨 但是我们同时觉得很古墓 因为我们很多同行都很努力 有句名句 很多世界上都是这样的 很多世界上的其他朋友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说 那些疫情的疫情 同样我们香港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用了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可能性去努力 这方面是用了一种的新的媒介 就是用了Zoom 或者用了录影 去做一个跟我们的所谓平时的演出做结合 做了一些是以往都没有发生过 或者曾经都想发生 想试一下的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迫切性 没有做到的 那么我们在2020年都纷纷是发生了 那么中间来说 就是当然这个成绩是有高人 但是这个难免的必定是这样的 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都很感动的 我们都记录了有好几个 应该是八个不同的水平的演出 都是值得我们去记下和去欣赏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不是演出了 那就是一个的事件 用事件来说 一个事件 一个是 也都跟演出有关系 在剧院里面发生 也都不单纯在剧院里面发生 它是超越了剧院 我们在家 我就在家 我很难去到剧院 我没有选择去剧院 在仇神 我不是在家 那我可以穿着拖鞋 很简单 不用去迫车 在家里看 那就是这个单位 就是我身边的两位朋友 潘策良和衰老华 还有一个叫Hairie Zhang 张志偉 他今天来不到 他在宇国 他们三位朋友 搞了一个在几年前 应该是四年前 应该是现在的 一个团体单位 他做了一个 Project Around About 他们做了三个演出 三个都是很触目的演出 谎言 他妈的壮丽 还有亲亲丽 之外他又做了 在去年 一个特殊一年 做了一个叫做 《不日上演》的一个project 我们是觉得很好 非常之好 如何好法呢 先听他们说 我最后可能有少补充的 我觉得非常之好的 所以这些剧评人 就经过了一轮 三次的讨论之后 就在云云的 虽然有限 比以往少了一点 但是都是 好几十个作品里面 不同形式的作品里面 记住了 不一定是演出 这件事件 我们是值得给一个 很特别的奖 我们去年 唯一一个这样的 得到奖 我们是很高兴 今天还有一个 颁奖的活动 颁奖的典礼 请各位朋友 去见证这个典礼 我们已经颁奖了 我们就请两位当事人 做一件这么好 令我们这些剧判人 都很欣赏的作品 背后的一些心思 和一些经验 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开场法很长 把时间交给两位了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我们整个计划 整个计划 由第一次接触观众 或者被观众 和朋友知道 我们发生什么事 都是通过用信 书信的形式 在Facebook发放的 所以基本上 我相信我们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步骤 我们都紧密地 和各位 保持一个联系 和让整件事 很透明地 让大家知道 是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试过的认识 还有一个 我想是前无古人做过的一件事 而我们 怎么会有一件这样的事 也是因应 那个pandemic的出现 所以会 忽发其想 觉得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 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去为我们的同行去做一些事情 而产生的一件事 是的 首先我应该很正式地 代表我们What you are about 去多谢ITC 给了这个支持 我们去认同了这个项目 我们很感激ITC给了我们的鼓励 至于整个project 我想去到今天 我们都 都仍然感受到 那个project 仍然有一些余运 是带着来的 就算 这段时间会和那些朋友 再去 谈论这件事的时候 都是一件 仍然值得去 咀嚼的一个project 所以我觉得它 我们由开始到现在 虽然现在我们得到这个鼓励 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强调 整个project 我们只是发起人 我们其实是集合了很多香港 剧圈里面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project 所以也一定要再借这个机会 去感谢参与的每一位朋友 包括了我们读的那12个剧本的剧作家 他们愿意给我们去用它的剧本 还有参与的演员 导演 其实还有很多后台 行政上的朋友帮我们 而最重要的就是 整件事 我们都深深体会到 在香港的剧圈里面 我们有很多力量 是存在的 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机会 令到这些力量走在一起 我们应该是可以 发生到很多很多的能量出到来 这件事我想最重要的 也是让我们感受到 这一股的力量 我也相信这股力量 可能是叫做 形式上高纯无古人 但是我估计这股力量 是一定会后有来者的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所以要多谢 曾经出过来的朋友 也都希望我们这件事 是可以 再得到这个鼓励之后 是可以还有一些 未来我们不知道 会怎样发生的事情 在香港的剧团里面 会继续出现 这个 是我自己对整件事 去到今天的一个希望 其实当日我们 发起《不是想念》这件事 就是想着去做《不是想念》这件事 是一个很单纯的 想去帮助业界的朋友 甚至乎很单纯 不只是帮助人 我们是剧团的一份子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是的 是这样的出发点 但是当那个种子 种了下去的时候 那个善念 产生的时候 它是可以带动很多事情 相计都会发生 我也希望藉着这个机会 去多谢 因为看到我们第一封Facebook的信 甚至后 愿意来帮忙的人 包括不同的慈善基金的朋友 以及一些不愿意公开明智的善者人翁 是因为他们的出现 我们才可以由四个剧本 变成现在可以读十二个剧本 就是令到整件事的scale 是大了很多 而可以在里面 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件事 和得到少少援助的人 都真的倍增了很多 我觉得整件事是很美丽的 不是我们的事 我很想强调就是 其实我们真的做了很少的事 但是因为大家给了很多力量 所以令到这件事 到现在还在发放一种能量 是的 我觉得如果参与过的人 或者观赏过这个演出的人 他们都可以在这个project里 得到一些力量 我觉得我们会非常之快乐 非常之感激这件事的存在 还有作为发起人 我自己很觉得 其实好像我们引发了一些东西 令到一些人 可能得到一些希望 或者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 甚至乎得到一种力量 给他们担抵 原来整件事 最后我觉得 我们作为发起人 其实在我 我在这件事里面 我觉得我们得到的东西 反而到头来内内 是我估计不到的 那么丰盛 这个是最难得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尤其是在过程里面 我们当重新去发掘 12个本地的优秀作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 原来香港有一些优秀的作品 我们已经很快遗忘了它 原来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再去观赏它 哪怕只是我们用一个 独剧的形式 也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我自己来说 我想也对入场看过的观众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很多或者有些年轻的观众 或者参与的朋友都好 他们可能甚至乎是不认识 那个剧本 或者是不察觉 香港是有这个剧本出现过 而这件事我觉得就是 额外带给我们的一股力量 令到我们有很多人重新去关注一些 我们已经可能遗忘了的作品 这个是我觉得对于香港的剧谈来说 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去审视我们的财产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原本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一件事 所以其实它里面真的引发了很多更好的东西 这个是可能未来还会一步一步 或者跟其他朋友去交流的时候 可能会再引发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相信 还有一点我也想说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特别幸运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帮忙和支持 令到不如上演出现 或者是令到各方面都认为我们是做了一件好的事 但是我很想说就是去年真的很特别的一年 2020 很多人 我想除了我们之外 其实很多人都为剧圈做了很多事情 可能是我们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帮助其他人 我很想藉着这个机会 都很感谢他们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只要出一些力 或者大家都愿意为我们这个心爱的剧圈 这个剧壇去出一些力的话 我相信是令到剧壇会更加兴旺 或者更加团结 或者更加有力量 我们发挥出来的能量都会更加丰盛 所以藉着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奖的机会 我也希望将这个奖 和其他有位过剧壇 出过力的人都一起分享这个奖 两位说得很好 我一直听 一直回头回头 回忆回我对着那个屏幕 去听过去演出的机会 有些我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看那些作品 我曾经在现场看过的 有些真是很遥远的 很遥远的 但是在这里重温回 我都觉得是另一种的感觉 是很美丽的 你们两位说的 最后我想补充一件事 就是我一个挺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这个不日上演 或者这个project run about 是一个metaphor 是一个隐喻 什么隐喻呢 因为团团在四年前 和art center一起合作 是一个铸牆计划 当时的计划是三年 三年之后就没有了 我记得潘刹梁你说 接着也不一定有演出 在目前来说 我们的计划真的完了 真的打算做三年 这件事 令到我想到一个很 刚才说metaphor的隐喻 因为新冠疫情 令到我们对 它都是不好的事 第一个不好 我们都不想发生 但其实它也同时令我们 去思考很多东西 思考到生命的脆弱 思考到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思考到无常 生命始终都会完结 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结 所以和大自然的关系 会想到很多这些问题 因为今天是五月 我们都觉得现在都不正是五月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这个世界是佛教又也叫末世 是末世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们觉得 所以 Project One About 它的产生 它已经是预见自己会结束 跟生命一样 但是它在结束之前 结束之前 一个有限的生命 但是它做了三个都很受剧痰注视的演出之后 那它在生命 如果就是 就是用Art Center 当时的计划 就是三明计划的时候 那你在最后的时候 你会搞这么有意思的 刚才你们说了 你们是发起 但是 所以我说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叫善念 一个善念的缘故 原来就可以一路滚动到 这么多人会参与 打动了这么多人 令到一件这么好的事会就成功了 它不单止是联结了这么多剧痰的人 你最初本来的团就说 是一些的演技去磨练的机会 是吧 透过那个平台去同一班的 可能最初打算都是 可能演技学院的一些不同年代毕业的同学 一起去磨练演技 演出一些好的作品 令到大家在演技上可以更上层楼 谁知道做一做又不同了 最后演出完之外 在舞台剧场之外 会做 因为面对这样的环境 你会去连结到不同的更多的朋友 连结到不同年代的剧本 一些前辈的作品 再联系到不同的观众 有剧场爱 跟我的对人生的触动 甚至一些前线团体都会去参与 那件事本身就很漂亮 最后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一个有限生命 怎能够打动到人 令到那件事是能够无限地去 去圆转去发生更大的影响呢 这就是生命的隐喻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魅力的事 谢谢 谢谢 当我们和Art Center 大家沟通的时候 他亦都很欣赏我们这个计划 因为疫情面对的困难 不是只是行内的人 其实连Art Center 他们本身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当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直到我们去做这个毕日上演的时候 大家很快 也很容易就已经是 沟通到究竟我们应该用 怎样的方式 大家将整件事一起做出来 所以没有Art Center 是不会成事 但是最恰当的说话 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明白 明白 好 多谢 好了 那我们就今天的班长和班长后的感言 就过一段落了 多谢各位身体 多谢 谢谢 谢谢